好 各位阿弥陀佛 学佛简单的来讲 就是向佛陀学习 那为什么要向佛陀学习呢 因为佛陀有圆满的能力 来帮助一切众生离苦 不但自己完全的离苦 更可以帮助众生离苦 这是学佛真正的意义 简单的来讲 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观定位在 能够奉献人跟其他众生 用世间法来讲 各位要把关心自己 变成关心别人 以前我们读书赚钱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但是学佛以后 要从思想方面彻底改变 自私是生命的敌人 唯有无我的奉献 才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 那虽然想要奉献 也要有能力 所以我们希望得到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叫一切自治 对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 无所不了解 所以叫无上正等正觉 我想我们必须定出一个生命 伟大的目标 那么这个叫发菩提心 就是我愿意成佛来帮助众生 那有这个愿意以后 各位就要学习帮助众生的习惯性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佛 但是这一种习惯性就开始学习 那为了要帮助众生的习惯性 那各位首先就要征服自我的敌人 就是我执自私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 尤其佛陀要我们布施 布施就叫消灭自我奸贪 解脱到叫我们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自我 提起众生 不要只关心自己 只要这个世间有生命在受苦难 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念拿摩 拿摩也可以叫身口意 的完全融入 我们念咒语 这个奥就是把不圆满的 不清净的身口意 转为清净的身口意 我们也常念 就是要把自己不圆满的身口意 转为佛的也叫金刚不坏的身口意 所以各位今天来受八观灾界 尤其菩萨的八观灾界 并不是单纯为个人的解脱 而是要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提升 各位看佛陀的身体 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 而且金刚不坏身 圆满报身 那么佛陀的每一个相好 你只要看到 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众生消业 佛陀本身没有所谓 我漂亮不漂亮的观念 所展现出来的 那么白蚝像 甘木眼 乃至庄严的皮肤 庄严的手 一切只要众生看到 皆可消业障 这个叫什么 见即解脱 你只要看到佛陀的任何一个相好庄严 那么众生得解脱 就像各位 我们念佛念了一辈子 在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如果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你看 那个时候你多高兴 你知道你即将解脱 往生极乐世界 叫见即解脱 如果各位在生命最痛苦的时候 甚至得癌症的时候 突然耳朵传来佛陀的法语 或是佛亲自跟你讲话 你看再大的痛苦 你都可以超越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凡夫的身口意 今天各位呢 进住 进阿罗汉住 基本上要有阿罗汉的清净的身口意 进一步 进菩萨住 学习 菩萨 乃至 进佛陀住 什么叫八观再戒 就是 过 做 一天的佛陀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阿弥陀佛在做什么 释迦牟尼佛在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各位在持咒的时候 持咒 你不能说 我在持咒 持咒 我是 我把我的声音 变成佛陀的声音 在念的时候 你要观想 你的这种泛音 咒的声音 陀罗尼 陀罗尼叫种词 声音片满虚空 然后 愿一切众生 得闻这个咒的声音 或是我们念佛 诵经的声音 而得到解脱 所以眼前的牌位 只是 借我们观想的语言 这个世间 有受灾难 病苦的众生 这个世间 有地狱 鬼道 畜生道 轮回受苦的众生 那么 我们的眼睛看到了 透过我们的嘴巴 念的 那是尊圣佛母咒 Om Plung Soha Mida Yodad De Soha 然后啊 这样子的 慈悲的 带着力量的 帮助的 一直展现出去 所以我们要转化 我们的凡夫的身口意 为佛身 佛口 佛意 那这个就是学佛 学佛就是啊 生命的目标 定在一个最圆满的目标 那么 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因为 不管什么样的众生或人 本具佛性 我们都有啊 成佛的 资粮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方向以后 就像幼稚园 报名啊 你归一三宝了啊 报名啊 你最后一定会读完博士班 从幼稚园小学 国中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博士班 那么 三大阿僧奇节 不断的努力 那为了要缩短成佛的时间 所以 我们进一步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进一步学习一切佛菩萨的咒 就是陀罗尼 这种加速成佛的方法 目的呢 都是为了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如果了解了 原来学佛是这个定义以后 那 能力小的人 就服务小范围 首先 你要服务你自己 不要让你自己的身口意砸烂 进一步 各位要学习服务你的家庭 你的先生太太 父母子女 六亲见水 你要代表佛陀啊 开始来服务他们 想尽办法 用现世的姻缘 来把成佛的方法 告诉对方 对方 没有发起大秤心 没关系 至少让他离开痛苦 就像各位 佛说 金钱是不兼顾的 是五家共有 水火盗贼 败家子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不兼顾五家共有的金钱 那你做什么 印经典 印VCD 帮助别人学佛的法会 像今天 八观在界 我们来这边 一天的这样精进 甚至把这些钱 拿来盖佛寺 我们昨天 先达观音寺 哇 那个大观 世音菩萨 多庄严 让看的人 不分哪一个国籍的人 皆种下上根 那你就把不兼顾物 化为兼顾物 什么叫兼顾 永恒不变的财产 今天你把一百万美金 放在银行 最多让你的子孙 花花钱 照照业 没有了 但是你把这一百万的美金 开始来培养出家众 培养菩萨 弘扬佛法 那么你就变成兼顾物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 很简单 我这个身体 很健康 我可以拿来 享受我身体的健康 唱歌 跳舞 玩男女的情欲 但是 这个叫浪费生命 但是 既然我的身体很健康 那我要把这个身体 拿来学习佛法 来自于庄严的身体 那么来引导别人学习佛法 各位呢 这就是学佛的定义 所以了解以后 那我们的整个生命 就是我们的身口意 都在这方面 在运作 所以念佛 要跟佛合为一体 佛的眼睛 佛的鼻子 但是最主要是佛的心 就像法华经里面 各位今天来受八观灾界 基本上要有三种心 来 再跟我念一下 穿佛衣 做佛 入佛式 各位今天穿的海青 就是穿的佛陀的外表的衣服 佛陀的外表的衣服 不是漂亮 不是高贵 是什么衣服啊 柔和忍入衣 永远不会生气 永远不给人家压力 也不会刺激别人 柔和忍入衣 让人家看起来啊 非常的庄严 而学习你 被你感动 柔和忍入衣 观世音菩萨的外表 就是柔和忍入 表现出来的慈悲 做佛做 就像各位今天在八观灾界 你唯一的财产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那小小的普团 就是你唯一的财产 有型的财产 那几本客颂本 就是你唯一用的了 各位 这样就可以过快乐的 有意义的一天了 做佛做的意思是什么 做在空性里面 就像诸佛菩萨都坐在莲花 莲花代表什么 清净 没有污染 有些人问我们出家的人 有什么快乐 我告诉各位 拥有贫穷孤单的快乐 没有个人的财产 没有个人的感情生活 经常有人问我 师父你住哪里 没想过这个问题 飞机上可能是暂时的家 时间比较多一点 空中小姐 大概是我的眷属了 那么没有附着在哪一点 这个叫知道这个世间一切 都是暂时的幻化的 借我们利用的 包括这个身体 所以以这样子的空性的眼光 来看清楚世间的一切 就像各位 今天坐在这个大礼堂 哇 好舒服啊 活在当下 当下即是永恒 不用想太多 好好的 利用这个当下的空间 有冷气 有配备 来做 我刚刚问了一下 租这个一间多少钱 一千块美金 哇 一千块美金就是一个大雄宝殿 几百个人在这边发 普利心授 八观灾界 做这么大的功德 一千块美金真好用啊 各位 你也可以拿一千块美金 去买一双鞋子来浪费 可以去烫个头发来浪费 但是这些对众生没有利益啊 那你将来要发什么心呢 好 那我要来盖一间这么大的 只要有人要办法会 要做慈善事业 免费供应 让我做工的 那你这样去盖一间 你的大厅才有用 所以我刚刚听说啊 今天我们法会办完 明天这个地方 年续三天有法会啊 有仁波切要来传尊圣佛母 超度大法会 哇 各位 要不要来参加 要耶 这才是生命最重要的 宁可公私请假 少赚一点钱 都要为自己的法身会命 以及众生的苦难 而负一分自己的责任 这个就是学佛以后 一种观念思想的转换 今天你生出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要干嘛 这个儿子让他 读书赚钱 娶老婆 就这样一直生死轮回 搞不好还照恶业 还下三二道 太浪费他的生命了 也浪费我生他 养育他 我要来 把他做什么 把他转为佛菩萨 提早让他修行 甚至最好让他出家 早拜 晚拜 拜佛菩萨 带他去出家 这样啊 你生这个小孩 在这个世间 做一个大功德 那么 这个功德 那么 会让你生生世世 得到利益 一直出家 九泉七祖进草神 所以各位 哦 了解了这个意义 前面的这些矿泉水 一般 我们凡夫可以喝喝解渴 但是 今天你懂的佛法啦 来跟他念 甘露水咒 念准提咒 念尊圣佛母咒 各位 一般的水 只要念 二十一遍的尊圣佛母咒 O prong so 这些水 马上可以化成 一切轨道 都可以喝的水 而且一喝到 永远解脱 哇 这个水 就变成大杯水 所以各位 穿佛衣 我们从今天开始 修忍辱 不生气 给众生 好的印象 做活做 从今天开始 不要有我的观念 我的脚在痛 因为你有个我的观念 所以你很痛 各位 一只脚 也可以修行 没有脚 也可以修行 眼睛瞎掉了 就不会乱看女人了 更好修行 耳朵浓掉了 就不会乱听 那不更好吗 所以不要有我的观念 一切 身体 都是众生的 各位记住 各位将来最好 就受菩萨戒 什么叫菩萨戒 身体是众生的 金钱是众生的 一切都是众生的 没有个人观念 我好好保护这个身体 是因为这个身体属于众生的 不是自己贪恋 今天好好使用金钱 这个金钱要拿来 用到最好的地方 印金 救生命 护持三宝 而没有个人财产的观念 所以叫做活做 就安住在无我的空性 只有别人 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没有个人 了解这个世间的一切 你就没有所谓 你的 我的 痛苦的 因为走到哪里 都是要好好的运用它 像我们 出来外面 住在饭店里面 住在饭店里面 在里面就一直念佛 持咒 吹口气 在墙壁 床铺 凡是每一个摸到的东西 下面所 我们一离开 后面所住进来了 一定是过去式的爸爸妈妈 他只要一住进到这个地方来 就得到里面的一切 佛菩萨咒语的 功德的加持 哪怕 帮我们 整理房间的 服务生 甚至你还要放一张美金 一块钱 要放之前 念了好多奏 他只要摸到这个美金 摸及解脱 你要用钱 引导他去 碰到这些 并不是说 我今天 拿这个钱 跟你交换什么 想尽一切办法 所以 一切不畏自己 我们大乘佛法 在忏悔 忏悔什么 忏悔过去的自私 自我中心 因为有这个我 才会起贪嗔痴 造业生死轮回 今天知道错了 我要忏悔 忏悔就要发起 四红四愿 发起四红四愿 成佛的愿力以后 开始累积一切资粮 就是六度波罗蜜 不失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波罗蜜 还是一切 方便的智慧 那么 目的呢 就是要奉献众生 过去我是自私的错 很简单 就像各位 做过妈妈 做过爸爸 以前你只会爱你的女儿 以前你只会爱你的儿子 那 哪一天你觉悟了 哎呀 我怎么这么自私啊 我只爱我的儿子 我只爱我的女儿 我只为他们想 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小孩子是饥饿而死的 全世界有五分之三的小动物生出来是活活被吞死的 就像一只鱼生出一万只小鱼能够活下来不会超过两百只 其他的都活活的饿死或被吃死 但是我从来没有为他们想 我只为我儿子想 我可以在他身上花一百万美金 但是我懒得花几块钱去帮助一只小鱼 或是一只被出生的小动物 或是一个孤儿 自己想了我错了 而发起了惭愧心 把爱自己小孩子的方法去爱于一切众生 所以在家菩萨界写的 如果刚好有一颗药 只可以救一个人 你的小孩子生病要死了 你的仇人的小孩子生病也要死了 这颗药只能给谁吃 只能给你仇人的小孩子的吃 那你才符合你是菩萨 你不能自私的给你的小孩子 别人第一 那么众生永远摆在我们的头上 那么把自己放在最后 一自私你就忏悔 所以做佛做 就是不要有我 只能有众生 这个叫空心 不污染不执着 然后入佛室 那你要进入佛陀的心 佛陀的心是什么 大慈大悲 凡是一切轮回受苦的众生 都是佛陀的亲生的儿子 亲生的母亲 这样去关心一切众生 那各位如果讲到这个地方 吃素 不杀生 放生 就变成很自然的行为 超度 火供 蒙山 宴口 就变成一个必然的功课 因为只要有众生在离苦 那我们就必须以慈悲心 想尽办法去帮助他们 那为了要帮助他们 所以日夜精进的 广学一切法 为了要帮助他们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一点也不闲啊 每天早上吃完早餐以后 就要跑到诸每一个佛菩萨的净土 去学习佛菩萨 所帮助众生的方法 乃至陀罗尼用什么的声音 咒语来帮助众生 各位到极乐世界 比在人间忙几百千万倍 为了要什么 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 慈悲是学习佛道的根本 没有慈悲心啊 所学的佛教 就会变成不是真正的佛教 站在小乘佛教 至少我不伤害众生 对自己慈悲 不要再让自己受苦 各位 想一想啊 我们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苦 都是自己贪嗔痴 结果而给自己的生命的礼物 让自己苦 那佛陀说 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不要让自己受苦啊 你骂人 你踩死蚂蚁 你伤害众生 那就是在给自己受苦啊 所以一定要保护自己 进一步有慈悲心以后 保护别人的自己 既然你自己不愿意受苦 也不希望别人受苦 最后 你就发起了成佛的决心 那我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我要有圆满的佛的 深口意 所以我们大乘的八观在界 希望一个月有六天 至少两天 初一十五 各位要学习做一天的佛陀 柔和忍入一 永远不生气 做佛做 永远在空性无我的 入佛式 永远在积极的利益 帮助别人 那如果这个世间 有更多的这样子觉醒的菩萨 这个世间的苦难 就会减低 但是各位 这个世间永远都有苦难 这个世间 人间跟地狱 鬼道 畜生道 一样 就算眼前最美的天界 也是一个不稳定的苦难 海啸 在人间好像很苦难 事实上将来的天界 比这边更苦 大海啸 大火会把整个天界 一界天 给消灭掉 比人间可怕千百万亿倍 你想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知道 三界如火载 在这个世间 哪怕天界 都如火灾的房子一样 没有一个地方 一分一秒是可以安定的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以后 那你就要保持一个 觉醒的念头 什么叫觉醒的 不放异 什么叫放异 我想各位随时都想要去谈谈恋爱 听听笑话 唱唱歌 看个联系剧也好 去喝个咖啡聊聊是非多好 这个就是放异了 你要随时让自己的心念里面 绝对不流露来这种放异 而且我告诉各位 今天写得很好 一个念头 人一天有八亿四千万个念头 每一个念头 就会轮回一世 可不可怕 今天你看上了花 这个花 庄严是要来供养佛陀 你对它起了一个爱然的念头 你就要一世做花神 就附着在里面的 好一点叫花神 不好的叫花鬼 叫孤独地狱 什么叫孤独地狱 今天一颗柱子在那边 里面就附着一个神士 不得自由 听不到 看不到 永远在那边受苦 这叫孤独地狱 因为你起了一个念头 执着 就像佛伟跟我们出家讲 哎哟 这个袈裟好好看哦 我想要多拿一件 那你至少要做一世的袈裟 就附在里面 不得超度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以后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常念佛 诵经 看佛像 思维佛法的教义 让自己的念头 随时都在清静 念念相续 那念佛叫 静念相继 就清静的念头 不断地连续 不断地延续 就像火车 这样跑的时候 中间绝对不要丢入任何东西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就像各位在保护你的眼睛一样 你随时在保护你的眼睛 不让一颗沙子跑进去 不然你眼睛会很痛苦 修行人也要修到 哪一天绝对不让自己的内心里面 有任何杂染的不分别心 跑进来 因为会让你很痛苦 各位现在坐在八观灾界的借场 内心清静 为什么你暂时放下世间的一切 专心地拜佛 念佛 持咒 修行 还是想着将来如何成佛 度众生 内心里面就在这样子的念头 那佛陀要我们 至少一个月有六天 保持二十四小时的 这样子的最高的心灵状态里面 那就像你的电池充电的一样 如果你充了这个电 你才能够面对这个苦难的世间 因为这个世间叫娑婆世界 什么叫娑婆 只堪忍耐的世界 不要在这边享受 这个世界只能忍耐而已 你要身体你也要忍耐 你结婚你也要忍耐 你生小孩你也要忍耐 你没有钱更要忍耐 你有钱更要忍耐 还派好几个保镖 这个世界没有一分的快乐 叫堪忍世界 所以每次都听人家讲 那你苦哪里苦 腰酸背痛 儿子不孝 先生不好 我就跟他讲 你就在说真理 这个叫真相 怎么样 改变不要来 不要祈求说 我天天拜拜拜 我先生会回来对我好一点 你拜错了 最好他越来越坏 不然你就没有出离心 所以佛会告诉你啊 往生极乐世界吧 如果你没有面对问题的能力 你没有空性 你就暂时放下 往生极乐世界吧 佛亲自来教育你 让你不起心动念 叫无生法忍 那些里面 不会再起心动念 安住在一切法的变化里面 这叫法忍 那个时候你才有能力 回向娑婆 度众生 现在你没有能力 但是佛从来没有跟你讲 改造什么 但是如果菩萨道要改造的目的 我们今天不杀生 吃素 进一步放生 是希望我的身体 难得投胎来做一次人 得到一个金刚不坏 长寿的身体 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而且让众生起了欢喜 学习心 哦原来你吃素 不杀生放生 所以你那么健康啊 所以我要学你放生吃素 学你不杀生 是为了表法 而不是说我怕生病 早病往病 早死晚死 通通会死的 所以各位呢 多去思维 生命的根本的问题 就是生死轮回的问题 现在你眼睛大一点 现在你鼻子高一点 现在你牙齿多两颗 不要管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啊 是芝麻小事 非观解脱了 难道我们今天来守八观 再见 规定你牙齿要三十二颗 才能够进来啊 规定你双眼皮 才能够坐前面啊 佛教不管这一套的 圆满的是你的 菩提心比较重要 所以各位 该关心的是什么 不该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要改变习性 所谓执着 就是你去关心那些 不应该关心的 你想要去改变那些 不应该改变的 这个就是执着 所以你的先生对你不好 放下吧 你做你该做的 进一步还要对他慈悲 希望你做得很好以后 可以感动他 让他也找到真正的快乐 因为他正在造业 他将来的苦啊 超过你千百倍 你现在做了一点小苦 他正在制造大苦 就像今天按照佛经说 当我的爱人或爸爸 被人家杀的时候 我除了努力帮他处理尸体以外 然后我更同情那一位 杀我爸爸的人 因为我的爸爸 只是在享受他 过去世所造的恶业 他现在死了 至少痛苦结束了 但是那一个人 刚杀了我爸爸 他即将五百世 同样的做人的时候 要被杀 然后还没有做人以前 至少要下地狱轨道 出生道 因为他今天刚造了这个业 所以我们更同情他 更慈悲他 心中没有恨 那各位呢 要以这样子的正常的心态 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想我们听闻佛法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改造观念 去除我质 自我的 我慢的 错误的思想 修行的修 什么叫修 要以佛菩萨的思想 来套入你自私的思想 什么叫行 要以佛菩萨的行为 语言 对待众生的方法 来改造过去那种 庄严自己 爱漂亮 爱面子 爱享受 那种错误的行为 语言模式 这个才叫修行 为了怕忘记 所以我们随时摆着佛像 给人看 给自己看 提醒 我要跟他学习 那这个才是佛 视现在人间的目的 那各位 如果你找到了生命的目标 那生命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一种快乐 因为我们即将成佛 而且在成佛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生生世世 不断的去奉献 不断的去努力 就像释迦牟利佛 过去不管视线做什么 他都很高兴的 去奉献他的生命 有一个故事 在喜马拉雅山 上面有一只鸽子 这一只鸽子 过去是修的福报很大 虽然现在堕落做鸽子 但是悠游自在 快快乐乐 但是有一天 他在雪地飞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人 在大雪当中迷路了 一迷路以后 饥寒交迫 又冷 又口渴 又肚子饿 啊 生命垂死 那时候 这一只悠游自在的鸽子 看到了 就对这一个人类起了悲心 那时候 这只鸽子想尽办法 把他的洞挖开 里面所存的木材 通通咬出来 咬出来以后 寄居在这个即将被冻死的人 面前 起了一把火 让这个人醒过来 身体温暖一点 但是他醒过来更痛苦 为什么 这个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喝水 没有东西吃了 然后这只鸽子说 人类啊 你终于醒了 我知道你肚子饿 马上给你东西吃 给他什么东西吃 这只鸽子 就自己飞到火里面 各位 火烧了鸽子的身体 把它给烤焦了 对我们来看 这只鸽子是很痛苦 但是对这只鸽子的心来讲 他好快乐 就像一个做妈妈的 宁可把自己肚子拖开 也要把小孩子健康地生出来 宁可把自己的奶水挤出来 也要让小孩子吃得健康 对妈妈来讲是痛 但是对他的心是快乐 所以这只雪鸽 就这样子牺牲了生命 那各位 讲到这个地方 这只鸽子是谁啊 释迦摩尼佛的前世 他跟我们说 他生生世世 以奉献的快乐的 积极的奉献生命 那么他也知道死了 即将再生 他以这样大奉献慈悲的生命 他要感谢这个苦难 让他累积更高的 成佛的质量 所以各位 佛跟我们说 不用怕死 因为死了还要生啊 没什么好怕死 如果死了就不生了 那不解脱了吗 但是我们的生 即是面对另外一个苦 所以阿罗汉 希望修到不生 叫无生 但是菩萨就不一样了 愿不断的生 这辈子 我一辈子赚了一百万美金 我要把一百万美金 做最慈悲与智慧的布施 把它给布施出去 那你变成拥有贫穷的快乐了 然后你也知道 这一百万美金的大奉献 来世 你可能会有一亿的美金 让你在这个世界 再做大布施 但是一亿的美金也不够啊 一亿的美金再布施出去 那你将来可能会拥有一个地球的黄金 但是也不够啊 各位 阿弥陀佛 整个极乐世界这么大 通通是黄金做的 一切都是珠宝流离做的 所以阿弥陀佛叫无量寿 为什么叫无量寿 他有无量寿的奉献生命 奉献财产 才累积了元洗法的一切有像法 这些七宝流离这些 为了干嘛 为了让一切如母亲的众生啊 愿意感召到他们的极乐世界来 到那个地方 那各位还有一点点愿意听闻佛法 就像今天主办单位 开冷气哦 住一个好地方哦 最好中午那个便当还要好吃哦 看愿意各位 愿不愿意来听闻一点点佛法 这些佛法里面 对各位有一点身心净化的作用 改造一下命运 一切的动机 都是以无所得的为方便 就是不畏自己的空性 以慈悲为动机 愿让对方找成佛道 你找成佛 你度我 我找成佛 我度你 让互为真上人 所以 我们学佛以后 各位就要学习 这一种大奉献的心态 所以 首先各位听我这样讲 做一个结论 我们要为一切 如母亲受苦的众生 而发愿成就佛道 就是成本正觉 首先 我们就必须销毁自己的敌人 什么是自己的敌人 自我爱惜的心 就是我直自私 所以 自己 及众生 能够帮助自己 跟帮助众生成功的敌人 就是什么 就是自我疼惜的心 太关心自己 所以学佛 要完全的改变 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 但是各位要了解 一切的法 以心为主宰 那既然发了这个心 那我们要随时安定我们的心 所以佛跟我们说 心 是拥有全部安乐的原因 那如何让你的心最快乐呢 就是要发起了 为利益众生 而发愿成佛的菩提心 那才是我们最安乐的心 也是自我生命最好的保护 也是我们利益这个世界 最好的动机 就叫菩提心 但是发起菩提心以后 各位要怎么修呢 那各位要开始思维 生命 在生生世世 轮回所受的苦 各位 我们还没有成佛 你看 这一辈子 为了一个小小的胃病 为了一个小小的脚酸 为了一个小小的白内脏 你就烦恼了好几天 要开刀 要花钱 很不方便 更不要说那些做鸡做鸭 乃是下地义做轨道 那一种痛苦 所以在生世轮回所经历的痛苦 唯一能给我们完全保护的 就是什么 我们永远的依靠佛法身伤保 所以各位 永远不要背叛你的信仰 永远不要背叛三宝 灵舍生命 也不愿意犯戒 什么叫戒 规法 就是要守戒律 不伤害众生 所以我们要经常这样子想 不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永远的依靠 就是佛法身伤保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了伤保 那你的生命就得到保障 不要依靠别人了 先生不爱你 太太不拟你 儿子不孝顺你 随缘吧 那个不是伤保 搞不好是三毒 所以伤保才是你永恒的保护 这样你就开始学习放下了 什么都障碍不了你 这个叫心无挂碍 无挂碍部 无有恐怖 虽然你现在还没有正的波日空性 但是三宝先给你依靠 今天得癌症了 要死了 不用念佛 念什么 念三宝 念阿弥陀佛 带我走吧 我不要留在这个世间受苦 如果让我再活过来 我就多拜几个佛 多念几个佛 多修一点功德 让我品味高深吧 活下来只为了增加品味 往生极乐世界品味 而且希望上品上升 希望各位要发一个心 同样要往生极乐世界 我一定要上品上升 不要拖太久 因为世间的妈妈 生生世世在轮回受苦的 我怎么可以离开他们太久 让他们不断的苦呢 我们的妈妈就像掉到水里面 我们一把手就赶快把她抓起来 怎么可以让她在水里面 一直淹一直死呢 所以一定要上品上升极乐世界 然后找回娑婆杜众生 再来各位有这样子的 空性的思想以后 那么从现在开始 要以接受问题来代替否定问题 不要不接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接受 今天各位在这边守八观再见 突然火灾来了 通通烧死 福报大 我们就是要来消夜了 通通就这样往生极乐世界了 不要说谁错了 所以学佛以后就接受病化 接受无常 不起心动念 所以要以接受问题 你的儿子是白痴 你刚结婚才一年 你先生脚就撞断了 眼睛也失明了 而且没有性能力 那是你的福报来了 你一辈子就开始修行吧 修忍辱 修奉献 修照顾他 这样你成就 谁成就你 这个苦难成就了你 让你消除业障 让你得正空性 所以如果能够以接受问题 来代替否定问题 那就会使你自己的整个的思想心情 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而且不会再感受痛苦 惧怕忧虑 所以各位呢 要思维变化无常 不再排斥问题 我们以前是怕 我们以前在拜神是拜什么 怕 希望不要灾难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各位 现在你修行空性了 愿今天高速公路开出去的车祸 如果一定要有车祸 就发生在我身上 不要发生在别人身上 因为别人不能够承受 我可以承受 所以各位今天受八观灾界 就发一个愿 愿将今天的一切功德 善根回向彼人 那个人是准备伤害的 你还要回向给他 愿彼人得以往生净土 然后你承受恶业 这是我们修菩萨的愿 那这个愿 对别人来讲 好像看你痛苦 事实上你内心快乐的 就像各位 今天中午吃那个树 好不好吃啊 好吃耶 今天晚上饿肚子不能吃哦 快不快乐 又觉得很快乐 哎呀我不用吃晚饭了 又可以减肥哦 又可以去除贪心哦 很多的时间又可以拿来念佛 拜佛啊 都快乐 别人看你可怜啊 有钱人不做 虐待自己无聊啊 别人看你是苦 但是你内心里面是安住这种快乐啊 而且很大的慈悲心 为什么大圣佛法过午不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什么 因为没有了太阳以后都是轨道跑出来了 鬼在肚子饿 鬼在肚子饿 我在吃东西 你哪忍心啊 所以菩萨晚上不吃饭是因为不愿意让那些鬼道刺激 菩萨晚上绝对不吃饭 然后呢 不但不吃饭 做蒙山私食 放咽口 做火供 想尽办法来帮助那些鬼离苦 而且自己在苦的阶段 饥饿的阶段 更容易想起鬼的苦 就像各位 做妈妈肚子饿 哎呀 你才知道你儿子肚子饿有多苦 妈妈领可啊 把饭菜给儿子吃饱 自己都不用吃了 所以这才是菩萨的过午不时 因为你心态改变了 你不会再去否定问题了 而你内心是快乐的 所以一个修行者 甚至有时候是享受孤独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了解他 就像你哪一天要出家了 很多人说 哎呀你不适合出家 因为你太漂亮 你太有钱 你是总经理 哦你是美女 你怎么可以拿来出家 浪费生命啊 世间的观念是颠倒的 在我们活着的观念 哎呦 这个人品质好 IQ好 EQ好 身体健康 外表好 来来来 赶快来出家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所以观念是不一样的 各位你要想说 哎呀 我想出家 不能出家 我好惭愧啊 我的福报 因缘不够啊 想出家都不能出家 你要以这样子的想法 去看出家人 去赞叹出家人 所以佛 特别跟我们说 因为有痛苦 而起烦恼 反而可以消除我慢心 不会放异 所以各位 希望永远在痛苦的状态里面 一下眼睛痛 一下鼻子不痛 一下胃痛 一下香港脚 哎呀 好苦啦 大儿子生病好 二儿子又来 二儿子好 三儿子又倒仗 那这一些痛苦烦恼 就会激发你的出离心 激发你的慈悲心 降服你的我慢心 所以佛陀说 当我们专心的在想的自己的种种的困难的时候 你的傲慢 骄慢 就不会起来 不但如此 还可以隐身了 对其他轮回受苦的众生 而产生了更大的悲心 所以痛苦是开智慧 觉悟 乃至发起菩提心 最好的助援 所以各位 从今以后不要再诉苦了 而且要发愿 愿众生的苦都给我 比如说 当你胃在痛的时候 你不要排斥 你在打坐的时候 要怎么打坐 愿整个世界的一切肚子胃痛 统统我来纳瘦 然后你要观想 那个痛像大石头砸着你的胃 砸着你的肚子 那个时候啊 你就会发觉 当你肯承受的时候 你的痛没有了 业障消除了 为什么 这就是佛法很特别的地方 当你看到一个人车祸流血 很多人都不敢过去 因为怕惹麻烦 弄了一身血 别人还误会是你撞的 但是你先不管这些 那个人在流血 我不过去 不行 你弄了满身是血 人家还说你撞的 把你带到警察局 给你关三天出来 结果你消除了什么 业吗 本来你儿子要被撞死的 本来你开车是全家是要被弄死的 但是因为你主动 慈悲去承担了别人的业 就把自己的重业给消除掉了 这就是菩萨 菩萨 宁可在痛苦烦恼 甚至主动接受别人的痛苦 所以各位 怕苦 则越苦 不怕苦 则超越苦 所以佛菩萨 就像那只鸽子 我奉献生命的机会来了 对他来讲 就是他生命最大的快乐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我利用这一节课 跟各位讲了 发菩利心菩萨的身口意 愿我们大家发起同样的意愿 来跟我念 愿成佛 度众生 愿众生离苦 共成佛道 南无阿弥陀佛 好 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地方 阿弥陀佛 好 好 那么 我们接下来 休息五分钟啊 要来加持服务